据北京日报,4月19日,总台《中国之声》独家报道,山西省大同市杨高县在落实市场主体倍增计划过程中存在严重造假现象,甚至有村支书名下办理了20张营业执照。 报道播出后,杨高县委县政府已组织行政审批、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调查,经初步核查杨高县在工作中确实存在造假情况。 当地表示,深刻认识到县委,县政府推进市场主体培育工作落实不到位,中安排部署,轻管理指导,对一些干部工作方法简单粗放,把市场主体培育发展简单理解为,注册及培育入库及发展等,误读曲解,执行偏差的问题,发现不及时,纠偏不够。 为此,杨高县在全线范围内,立即开展市场主体大基底,对派查出的非正常市场主体依法公事注销,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研究制定规范培育市场主体的政策措施,激发市场主体发展的内生活力。 同时,对市场主体培育工作中,出现的弄虚作假现象继续深入调查,并以此为借在全线各领域,组织开展警示教育,局役反三进行规范整治,坚决杜绝类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此前消息,一位基层干部称,一开始,这些政策的确,为希望注册经营主体的村民提供了便利,但每个月都分配任务,还指定具体数字,压力都在基层工作人员身上。 一位孙之书名下,注册了23家市场主体,只有三家是2022年前实际运营的合作社。